就在双北宣布全面停课 刚刚我们提到了中部 张华市这里也有学校停课 那南部呢 南部的家长也很担心 所以在台南市的部分 现在国中国三还有高三 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可以请假 另外就是在高雄市这里 也做出了相对的因应措施 高雄市府现在为了要拉高 整个防疫的等级 所以市长陈其迈也做出决定了 高中以下学生经过家长同意之后 可以向学校请假 教育局也已经请学校预先进行了 如果有课案的时候停课 或是班级停课 全校停课等等的方案规划 要演练线上教学模式 随时做好准备 大大的红外线感测移 一经过就能量测体温 还有一台额温测量机 两台仪器摆在楼梯口 做第一道的把关 我们在这边量完体温 经过红外线感应器 如果它有预状温度超过 后面的红色警示灯会亮 我们就会把孩子带到后面 这一个隔离区来 除了出入口管制 户外战时隔离区之外 学校内到处可见防疫规定 洗手台的香皂也定期更换 只有需要阻挡新冠病毒侵入 而面对近期疫情升温 高雄市长陈其迈宣布 全市高中以下学生经家长同意之后 可以向学校提出请假不到校上课 小港区追索国中校长表示 接到教育局通知之后 就立即向学生公布 就是要降低群聚感染的几率 高雄市教育局做出这样的决定 并且也请学校规划配套措施 不只高雄市台南市也因应防疫高三 与国三毕业班学生 也是家长同意之后 就可以请假不到校上课 不过从下周起到学生毕业之前 各校仍旧要妥事安排各项学习 并且以校内为主避免校外活动 以降低学生户外移动的传染风险 华时新闻邱军平许富杰 台南高雄报道